自古以来都是重复发行购币 在2008年,比特币诞生了 这是一场购币购买的折磨 你会购买和使用比特币吗? 你是否认为比特币价值增长是一场短暂的投关 你觉得比特币会成为未来的支付系统吗? 最真实的数据,最准确的分析 为您提供每日最专业的比特币资讯播报 竟在比特币千万福 ChineseF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就是没有失言 我和布安老师来做这个梅武富豪 詹森老师要写他的大文章 这次大文章从一周赚一千变成一周赚两千了 而且现在詹森老师的收益率 我刚才草草估计了一下 80%以上 这是目前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具体这个结果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我们这个梅武富豪 我们后期做完了以后 里面就有詹森老师的收益率了 但是布安老师今天被沃尔老师给反超了 先听听沃尔老师今天做这个 做的这个录音 看看他是怎么样实现这个超越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四美股分析 我是美股网红达人Warren Wang 散户第一金手续分析师 那么今天股市出现了下跌 但是市场依然还是非常正面 下跌的一个原因是 参议院希望这个减脆计划 特别是对公司的减脆计划 从35%降到20%延期一年 延期一年 这使得大家对市场的后市有点悲观了 因为这个一年的推迟 无疑对美国的GDP的增长 会有一定的影响 也加大了不确定性 所以股市曾经 道琼一定 一段时候曾经跌了200多点 但是尾盘只跌了101.42 纳斯达克跌39 标普跌9.78 所以说有一定程度上的获利回处 那另外呢 晶片类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跌 NVIDIA今天盘后要报业期 同时银行股也是比较疲软 所以全种类板块是下跌的 那么今天的收购 中国张朝阳 我看朋友们的微信圈上也贴了 他又到美国纽交手来挂牌了 这个SOGO挂牌 Briefing给他的一个评级是B- B- 所以这个股票 大家可以回家去研究 但是我不推荐 那么我今天还要讲 现在市场上发生的一个现象 发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些中国的小盘股 也就是我称为嫩膜股 也就是low flow的股票 最近两天可以说是疯狂 非常非常疯狂 像有一个在福建 做男装的 因为福建不是七匹狼 大家可能听说过KBSF 这个股票昨天从差不多2.6元 一路涨到最高到过15块 这个就是等于2500美金 就变成15000 一天赚12000 那么这类股票在我们 我们的那个134支 那摩股介绍里面 都有提到过 这是大家必须具备的一个发财手册 发财手册 KBSF 昨天 那么我在此想提醒大家 千万别去买这个股票 千万别去 因为这种那摩股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在外流通的盘 大概只有66万股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扎堆进去的话 一人买100股 就把它炒高炒飞起来 第二这个公司业绩 大家回过头来看 并没有什么可圈格点的东西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有的时候我随便说一句话 哪怕说一句废话 大家也当真了去不动脑子 因为大家说 华尔街专家沃尔王 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了 那么另外一支股票 我都不敢提这个代号 一提代号大家就去买这个不好 但是我还得要提一下 昨天还有一支在西安的KONE 也是从2块3块多涨到8块钱 今天还有一支在西安的CREG 中国废品回收涨了500% 我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面说 这不得了 千万别让A股的朋友看到 A股一天涨10% 涨500%又涨50天 或者30多天 这就是太疯狂了 所以呢 但是这个CREG也是涨了很久很久 那么今天我还想告诉大家 一个比特币的概念股 今天是疯狂的上涨 它在昨天 我在无论我的路野还是我的这个VIP里面 我告诉大家这个股票要double 今天涨了30% 那么涨到52块5毛 涨了30% 这个股票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希望 它的股票代号就是ostkoverstock.com 那么这家公司呢 它核心业务并不是做比特币 它的核心业务是做一些库存上的一些顺余的东西 卖给消费者 把当中的这个利润呢 pass给消费者 业绩爆来呢 好像六七十万亏损 但是它的核心业务是包括两块 它的它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TZERO 是给华尔街提供借股票做空的一个区块链的服务 这特别符合比特币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核心的哲学 那么ostk呢 今天呢 昨天报完业绩呢 无疑是确定说这个TZERO各家公司的平台 即将落地 即将落地给这个 给这个华尔街用 另外呢 它也向证监会报备了第一家 符合证监会要求的 ICO的一个交易平台 第二 这家股票的流通盘只有1000万股 我也称为嫩模股 那么嫩模股呢 华尔街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很多朋友说 华尔街知道了这个股票才是好事 我个人倒不觉得 我认为华尔街 大家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碰聪明人 那没有利润了 只有聪明人遇到 发现了一只不被发掘的股票 你在聪明人发掘这些股票 他之前发掘这只股票才会赚钱 听上去有点绕口令 第三点呢 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股票23%以上的股票 240万股 接近250万股被做空 那么越做空呢 它股票涨得会越猛 今天收盘价52块3毛 上涨了30% 这是Warren Wong 2017年第一比特币选股 好了 听过这个论语以后 专门老师觉得 王老师把自己抄了 有没有什么打算再反抄一把 真抄了吗 因为我今天账户不动 那一会儿一会儿咱再细算 我觉得可能抄了 差不多 Warren老师有一只股票 先说Jason老师吧 先说Jason老师 佩服 确实是佩服 昨天Jason老师是买了这个UVXY 你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吧 是说了 买了UVXY 然后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还提醒他 说不行卖了吧 这个大盘是要跌 然后呢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跌 因为我没有买我的感觉是我不知道他是会突然在盘中开始下跌 还是说像我没想到今天会这种突然的跳空缺口似的往下跌 反正吧 就是没有做提前的准备 那Jason老师提前做了准备 提前UVXY今天直接高点往外就卖掉了 而且还卖的最高点 所以我觉得他买倒不是重点 Jason老师的那个买点呢 还可以不是重点 关键是他这个卖点 他今天在盘中时期的时候 把握住了这个大盘向上反弹的这个时机 然后在几乎是最高点的时候 把UVXY全部收藏掉 所以一天就赚了算是30% 20% 20%的仓位 本身他就是买了重仓还用了杠杆 然后再加上这个今天轻轻涨个10%的话 他的收益率就上来了 配方 赚的挺多 这一块的话 因为之前 昨天这次早上 我们说节目中说起过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在这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底部 就按理说他最近是有损耗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 以非是UVXY 他应该逐渐往下走 但是到最近的时候不动了 他是在 我们如果说把这一块挡住的话 就不看后面这一块 如果不看今天这一块的话 他看到他在昨天上这的时候就觉得 既然都不动了 那我索性就试试 但是有多少有点心 即便他再跌 可能也就跌不过14块5 跌14块5可能就止损了 结果今天也是只要赶上这个时机 一下子就起来了 然后也提前就捕坏了 所以说觉得这个时间点确实抓是准 挺好 然后我昨天我也害怕大盘的高位有点累 所以我也减仓了我自己的其中一个股票 以防止大盘突然下跌 现在看的话减仓还是对的 今天大盘的一个突然回调 那明天的大盘呢 我倾向于还是继续往上看涨 继续往上看拉升 然后我问老师今天是那个自己的老股票 OSTK 然后在业绩之后呢 大幅度的向上走高 拉升 对一天赚了20%吧 对20%有了 而且可能会超过20% 收益率20% 这个之前的话 所有的老师都在说 让吴仁老师把这个仓位卖掉 对 咱俩是没说 但是心里头呢 有想法 也都是这么想 因为毕竟有业绩嘛 咱有个默认的一个规矩 就是业绩之前要减仓 对 OSTK呢 业绩之后 不管业绩好还是不好 至少它的这个概念 它的这个 可能未来会有 下个月会发行ICO 是不是 不是下个月 就是11月30号前后 可能会正式进行 注意啊 这是第一个 SEC认证通过的ICO 它也可能要开始 要开始着手 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股票呢 涨了30% 后来涨了30%的时候 盘中时期啊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记得当时 我和Jayton老师一起都说 要考虑加仓 有 不是有那个日内操作的机会 就包括在这个地方 整理之后呢 突然在这个地方开始放亮 放亮之后 就一路的开始拉升 然后就开始往上涨 其实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日内操作的机会 然后我今天也做了日内操作机会 我本来到今天 我能压住我和Jayton老师 不让他超过我 因为今天有个SOGO上市 对 我记得很早之前 我跟大家提醒过 我们YP会员朋友说 SOGO呢 上市 我们会去做日内操作 今天早盘的时候 来了一波 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SOGO到底几点钟开始重视挂开 这个是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呢 我就放几个屏幕在这 我单独留了一个给SOGO 所以我一看那开始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进来了 一开盘13块钱的这个IPO定价 然后往上打 打上去之后 直接露出长虾影 我一看完了 这股票刚上市 一般情况下 带着光环诞生的股票 一开始就是蹭蹭蹭 直接就上去了 是 它一看上去之后呢 没上去 发拉拉了阴线 我一看坏了 但是吧 阴线之后 又在这地方横盘 迟迟的没有跌破13块钱的发行价 是 我有感觉 有点意思 对 所以说我在看到这颗阳线起来的时候 这颗阳线当时成交量已经放起来了 我就这颗阳线就入场了 是13块3毛5斤的 然后啪啪一路涨 涨起来的时候呢 我把它的止盈点设置在15块钱 结果涨到17块14块7的时候 啪就往下掉了 蹭往下掉 那这个股票没有只涨不跌的 它往下回跳一下 可以继续往上涨 所以我等了一波 等到这一波的时候 因为我看 我以为在这就应该起头呢 结果这没有起头的时候 反而直接破掉了 横盘稳固之后 我又等了一下 直到这颗阴线 它掉下来 我就给卖掉了 三毛钱 下手的仓位呢 有点少 所以说虽然是赚钱了 但是赚的不多 我建议我们的会员朋友 今天都不要再持有搜狗过夜 因为我觉得 新上市的IPO走成这个样子 其实是没有那么那么的乐观 然后 吃骨过夜的话 风险比较高 整个日内就疲软了 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动态了 所以明天有机会 我们再做日内 没有机会的话 暂时就不碰这个IPO了 这个是我的想法 像沃尔老师已经第二名了 对 我还是有信心 能够超过 因为现在 今天的行情里头有一个 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最近这一周 之前我突然专门调查了 这周的经济数据特别少 因此说的话 在盘外一旦有什么消息的时候 对整个盘外影响很大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 中物外股一些小盘股狂涨 沃尔老师在自己盘后文章里头 有专门提到的 像CREG和KBSF都因为盘子小 又是中概股 被进行了一个疯狂炒作 这个CREG最低从1块2 炒到了6块7 这是5倍多的一个涨幅 这种涨幅是挺少见的 为什么说要炒他们 是因为这个 他们不是跑到 跑到中国去见 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了 然后呢 双方宾主相谈甚欢 而且呢 而且呢 还签订了将近2500亿的 一个大交易单子 主要集中在工业和 这个能源方面 结果一下子 今天就把整个盘面 给推上去了 而且呢 中概股的小盘股 也在这轮的这个行情里头 给直接行情给爆炸 我把这个东西掉一下 中概股的小盘股的行情爆炸了 然后爆炸以后 就向上去猛推 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是全心全意在看SOGO 再看翻一翻这个 就是到底搞了个什么政策 结果翻着翻着 一没注意 看着一堆中概股 开始蹭蹭往上走 但是等你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往上走的时候就晚了 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最近我在看这个 小盘股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特性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 这小盘股 要是自己没什么消息 每天的行情 就是在开盘以后 头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以内 如果这一波以内 你要是追不上的话 那后面就别追了 那现在就是 因为最近 大盘开始有 这个交易中心 开始有往下移动的 这个趋势 然后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要是 现在你再去追长线 可能的话 你的进场点 或者说你的 这个盈利的 都空间都有线 我也我也打算 用一点这个 快进快出的操作 来补贴下 自己的这个仓位 行 我还等着去追你们 虽然说这个距离 有点远 但是起码还有个梦想 等着去追你们 这个其实 我感觉我应该恭喜 我们近一期参加 我们中文投资网 北美巡回讲座的 这些朋友 如果大家都 去参加了这个讲座 应该会得到两本书 一本是 德罗伯老师 主要是这个策划 然后大家 你们这个威尔老师 Kingson老师 他们一起完成的这本书 那摩古 那摩古的书 还有呢 意义财富不是梦的 这两本书 今天所有暴涨的 这些中概股 比如说这个KONE 不是这个 叫什么 K什么 这个表明 KBSF 还有好几个 多个 很多个 我没有带手机过来 那个 那个 沃伦老师在 他的微信上 微信录音上 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刚才他提到过 这些公司呢 我在我们的这个 那摩古的书上面 都已经给大家 提前标出来了 所以这些股票呢 涨幅都非常非常的猛 所以这些 如果我们喜欢某一些 小盘股 当我们发现 小盘股开始 集体爆发的时候 那这本书上的一些资源呢 会一定会帮到你的 这个前提是对那种 喜欢暴涨暴跌的朋友 这因为在书上之后 就是咱们不是还要 这是沃老师 这次拿出去了 我们这个在 旧金山战 是第二版 第三版里头呢 还会涉及到一些 这一类股票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买入的原则吧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这个 这个朋友 他买完之后 这些股票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抛 他总觉得还能涨 到涨 但是等到后面 接了之后 就变成嘴硬了 就说他有这个机会 什么的 这类股票 没有所谓的这个 就是我们看 基本面像我平时那种 研究股票那种方式 这类股票是没有 没有那样的一个基础 赚完钱 能能走就走 他哪怕这股票 从一块涨到十块 不用想你把一块到十块 这全部赚全了 你能从三块 赚到五块 赚到七块 那也已经挺不错了 呃 这次老师 今天已经是百分之 八十多了 对百分之八十 我还是百分之二 我还是好像 还是百分之二十三 就是上下附近 别丑 还有我惦惦的 他不是丑 我就是缺一个突发点 本来我以为呢 我也能靠UXY往上走一波 但是这个UXY来的猝不及防 和我想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想我稍到百分之三十的话 我还是需要一个刺激点 所以呢 我最近在想这个 ICO ICO 我想试一下 这个GBTC 或者等等的这些比特币的东西 啊 我在考虑 因为之前沃尔老师 我还记得 他之前半年以前 说 不是你们这些90后 为什么就是不知道学习呢 不知道看这种 什么新鲜的产品 这个比特币都是未来的趋势 你们为什么就不看呢 老师是这么讲的 是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呢 当时应该听他的 因为我现在 呃 这两天我在看比特币 你就没洗脑了 我也没洗脑了 我有一种相见哼晚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一直都觉得比特币是垃圾 比特币是泡沫 我现在也觉得 比特币 不是垃圾 但它是泡沫 我还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不妨碍我们 会去继续操作它 不妨碍 它的这个想法 它的这个创意 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一个 talent的一个想法 是 这博尔老师说的 这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 它是不是泡沫 就去 跟我们能不能操作 什么的关系的 如果说你就确认了 我有时间 也有精力 也愿意去 每天盯盘 去炒这个事情 你是肯定能抓住机会 因为它每天的波动幅度 现在是比较大 再加上它呢 又不像这个股票一样 有时候可以做T加0 它是这个 我记忆中T加2 美国的把这个 调整的叫T加2以后 它这个交易的 相对来说 这个活跃性和 它的波动性都很大 你每天 有些交易的话 一周两周 你能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 这是极其有利于 短线的这个 短线交易 这种像我们的 欢迎朋友 或者说这个投资人的 像我这种中长线的 我也就 我也就没有这个想法 而且我自己 其实挖过比特币 这我也跟 不然老师他们讲过 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下台往后 去挖过比特币 然后对 其中的这个 它的这个程序员 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是坚持认为 比特币本身 它这个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就是现在确实是个泡沫 但泡沫不代表 我不能操作 对 而且这个泡沫 还会继续放大 是还会放大 但是越是放大的这个过程当中 越是有我们去逐利的一个机会 像比特币这种公司 能让我真正去看它的 就是因为这个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开始正式 把它放入 给它做了个期货 这个概念真的是不一样的 在这条消息之前 我比特币新闻 我基本上不太去看 我也知道 但是没有去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因为这条消息 我会愿意真正的去看 这个比特币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 那相衍衍生的比特币 然后类似于以太币 莱特币等等 这些货币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特性 每一个ICO的诞生 我们要看它诞生的价值的意义在哪里 它能给这个社会创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福利 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那市场当中的货币非常非常的多 有传销货币 有加密货币 是 大家如何去区分 那至少我们现在跟大家提的比特币 以太币 莱特币 他们都是有自身特性的 今天节目时间不够 改天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继续深聊 我们今天我在VIP当中 已经把我近期的一个研究结果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当然我刚开始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的 昨天 其实我昨天在我那篇微信文章里头 已经画了一个列表 然后选了七只股票 就是大中小有一个搭配 那其实是可以有这个选择的 反正就扫光老师微信可以去问这七只股票是什么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就是没时间交易了 可以玩大的 那个反正大的长得也慢 你就让它慢慢来 如果是有时间交易喜欢看的话 有小的 也是有这个足够可以玩这个基础 但是就是泡沫 这个我觉得咱们没有什么这个争议 就是它确实有泡沫 但这个泡沫还在往大吹 既然在往大吹 在它没破之前 我们就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 可能破的话还有一段时间破 因为这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名誉董事长 他说他们认为呢 比特币只要去监管河里 有一个妥淡的这些rules去监控它的话 它会成为一个人类非常有效的一个金融衍生工具 然后会比较 总之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福利 既是对操交易员的福利 也是对他们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福利 这个其实是他说的比较对 而且他呢在这句话里头 实际上隐含透露了 比特币本身有个性质叫做去中心化 这个词我估计听温尔老师 大家应该也听过温尔老师讲过很多次 去中心化就等于啊 比如说我现在从这个养外讯上买东西 我有可能得给PayPal交手续费 因为他需要我需要通过他 经过他的结算才能到这个养外讯 如果我用比特币的话 对不住不用交手机费了 直接我给了养外讯上卖家就完事 他们不用中间拦一刀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个思想是在这个 我们实际生活中是一个很有用的 他等于在取消中间的复杂程序 对 这个事情会有 而且不用担心 你把钱给了我 你跑了 你可以跑 你可以拿着钱跑 然后不给我货物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将知道 这个人不守信用 他就不知道 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全世界 大家同一时间都可以知道的信息 你想要找任何东西 回到区块链上面 你都可以掉出来这个当时的交易记录 所以这又是对信用体系 在这个场外交易当中 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建立 他提到实际上是 他这个信用实际上是 在有一个共识机制上面 这个机制里面就比较复杂 它涉及到各类算法 我们就先不提 但是如果说大家能够达成 这个比特币的挖掘和使用的这个共识的话 那么这个共识就会代表 他本身发挥一个作用 对 什么是ICO 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比特币 什么是以太币 这种东西不是我们一两句话能讲完的 是的 不知道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做一个专门的一个课题 可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还是把话题重新回到我们的股市上面 股票上 对 比特币的一个强势 我不得不说 比特币的一个强势是这个NVDA受益无穷 是 这一点确实如此 所以呢今天NVDA呢连续是9个季度还是19个季度的这个 9个季度 没有到19个季度 绝对9个季度 营收好预期 然后revenue各方面都是非常好 盘后NVDA的业劲又往上涨 因为我不是一个电脑迷 我不是一个这种芯片类股 这个爱好者 像威尔老师他们就比较喜欢这种东西 像刚才我们做视频的那位同事就说 怎么他的N卡在出了几个月以后 一直在亚马逊在eBay上面 一直是高家教 然后怎么买 买不到 对因为就是他这个 他之前我老师跟他说过NVDA这个老总姓黄啊 就是管这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游戏圈都有去管 叫这个核弹教父 就是就想的是他的这个NVDA做出来的游戏 炸出来的那种核弹效果 就是能够让人这个在视觉上受到极大的一个冲击和刺激 而且昨天呢 咱们不是都体验过一把这个VR的这个感觉了 他所使用的也是NVDA的N卡的一个处理器 就是就说明就是NVDA 他本身在显卡这个图像处理方面 确实有很强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且我们比如说去查这个 比如大家可以上百度 中国人可以上百度去查 你去搜这个显卡 就是显卡排名 或者说这个排分的话 前几名几乎都是NVDA的这个N卡 然后AMD就要相当 就相对要差一点 NVDA卡就相对要差一些 而且这N卡 它本身在这个运算处理能力上一强之后 比特币耗的就是你的运算能力 结果它的运算能力强 那么它自然就是 如果用可能用N卡机器 就可能会挖的更多 但是之前我听说的消息是 A卡更适合于挖 但这个东西我们会有 这个之后会有一个跟进 因为毕竟人家公司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 所以说就是我们之后会看一看 到底是N卡还是A卡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比特币的一个兴盛 肯定是把NVDA连带人员一起都给推上去 就跟我前两天写的文章一样 比特币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AI的技术 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带动 AI也是通过计算机 然后步入很多的模型 精确的算法去达到模仿人类的功能 那算法总要用到晶片 它这个带动的不是一家公司 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集体的拉升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这次讲座巡回当中 很多人都问 美股还能不能涨 太贵了 是2017年的行情 是大家一生当中罕见的一次行情 但是我认为还会继续 是由AI拉动的一次新的一个科技革命 然后带动了整个晶片行业 联动了纳斯达克 拖动了这个道琼标普 整体走高的一种行情 而且这些近期发布的这些公司 大家业界都很好 是 美股还是很健康 继续往上看涨吧 我是倾向于没什么问题 继续乐观看涨 对 这个呢 我再就是最后了 补充一下这个 我跟真森老师昨天这个发言 就是 如果我们说 刚才我说的交易中心往下 这个我们要注意时间段 可能在未来的半个月之内 它有可能往下走一走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眼光放到长远 放到下一个季度 甚至下下一个季度的话 那么还是不然了 我们三个分析都是一样的 还是 美股还是会继续往上走 直到它呢 出现这个调整性的信号啊 或者有些信号出现 我们再做考量 因此的话 在这个时候 或者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头 放心看涨 还是可以 但是短线上要对自己有个保护 别就是说 闷着头一路只看涨 短线上 通过这个来回的一个 做空 做空准备的一个交易 比如说像这些老师 今天的这笔很精彩的交易的话 也能够帮助我们去 第一是补协收入 第二呢 还能回避下风险 我还没有到 可以放心看涨的那个状态 因为这个大盘呢 这个上行趋势线 确实是存在 这是标普的走势图 是 今天这个上行的 拉出来条下引线往上走 我也不太认为 大盘会有多么多么好的涨幅 未来在近一个月之内 或者两个月之内 我不知道 也许某一天 对咱们这也得看图形了 还会出现一根 类似于前期这种大阴线 然后直接砸下来那种 不带下引线的阴线 还会出来的 出现那个的时候的第二天 才是我们去判断 市场走势的一个关键 那我现在的操作呢 我不会直接去针对大盘 去进行操作 我说不好 总之呢 操作起来的话 要随行就是 不同的股票 操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像我近期 我就买了一个股票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 我近期的 我买了这个TAM的这个股票 已经平了 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买的 其实它很高了 业绩之后 大股也非常高 可是呢 我还是敢买 这个股票买完之后呢 就一直在这个地方 往上拉升 其实它帮我带动了 很高的收益率 我已经减仓一部分了 然后还剩下一部分 那我们就看看 因为明天大发还可以涨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TAM呢 我也还可以继续持有 像这种牛股 要分股票的 不是什么股票 都可以放心的看涨 也不是什么股票 就可以不能再涨 反正这个东西 VIP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 细致的细节的分享 嗯 行 那就是咱们说 有时候找着看涨计划 就VIP建案 行 那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明天 同一时间再见 说不定 明天就换 Json老师跟班老师 来做一个视频 谢谢大家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